大家好,咱们今天继续讲这个金文顿甲断病 这个案例呢,这是我自己身体不是太舒服 想让我这个弟子给起个挂,看看,顺便让他学习学习 他不在我这边,我说你起吧,我没起,你帮我看看吧 然后他又起了这么一个局,用什么什么 远策的话,他是男的,他是男的 钉代表他,预测师,阅令代表我,代表找你预测的这个人 当时我在语音跟他通话 是假,是乙,是乙吧,因为同性嘛 他是男的,我也是男的 那么找用神,也在这里,侧,什么病呢 灵藤蛇,藤蛇如反复吧,也组弯弯曲曲吧 爷爷组弯弯曲曲吧 逢空,逢空的话是不是飘 远策,远策的,面策的话是深蛙 飘飘的哪里,后天转先天 更,先天的他在牵挂 正巧,这是亥日,蓄时 亥日的话也是在牵挂 他直接就说,是不是就这两天的事儿,身体不是太好 对啊,就这两天的事儿 藤蛇,主肠胃 藤蛇,这个,这个,监挂属土 宽挂也属土,土主脾胃 脾胃的话,这个,舌主弯弯曲曲,爷爷主弯弯曲曲 钉可以代表炎症,就是说肠胃 对吧 前挂六合 六合主多种病 然后,是什么引起的呢 肠胃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这个,这个,前挂也属头啊 头这个雾是不是入木了,雾脊入木了 入木了什么,头脑迷糊啊 头脑不舒服啊 天转性代表病啊 六合多种病啊 不止这肠胃啊 分析原因,翻弓法还记得吧 往前翻,往后翻 天盘 变地盘 是往前 地盘翻天盘 是看以后 是吧 那么 咱这个往前翻一个弓 正好在坤弓 坤弓的话 临商门,门破 商门代表车辆 马也代表车辆 你首先看这个 这个弓内 符号 相义符号 重复的很明显 马兴 商门是重复的 为什么 马兴主车辆 商门也主车辆啊 这样的话 这几代表嘴啊 是不是定了个外卖啊 天赋星 让别人帮忙 把这个食品 带过来 给你吃 把这个食物 鬼煮水 也有饮料 玄武也煮水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 你在这两天 是不是血害日的时候 是不是你订个外卖 吃了之后 食物中毒 肠胃也不舒服 头也不舒服 实际正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是 在蓄日的时候 蓄日的八点雷钟 那时候天还挺热 我订了一个汉堡 在网上 然后吃了 吃了之后呢 当天还没事 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 害日的时候 浑身就不舒服了 也是前宫的时间 然后问什么时候能好呀 用谁 这个宫位 既然是害日得的病 你得看 咱既然断出来 是一个 这个 食物中毒了 你不可能 十天八天好不了啊 这不现实 你可能就在这两天 那这样的话 首先看 这一天 能不能好 这两天 能不能好 这是 8月12 这是8月13 这是8月14 8月15 那8月13 符不符合 能不能好 你看 你死没 但是 能不能定这个项呢 你看这个 庚 石干庚 庚在这里 逢值 逢冲的年 逢值逢冲 定应期 可以说13号 就会好转 然后丑日 就会痊愈 是什么药呢 中药 西药 都可以 中药 西药 都可以 野 丁 都可以 结果呢 我拿的是 中药 和西药 与用神同工 吃药 也管用 能起到 药道病除之相 以其吃的是 长颜宁 天心星 吃的是 西药 诺福沙 星胶囊 结果果如所措 确实这两天好了 这个案例 断病 这是婚姻预测 在讲婚姻预测的时候 再加一个广告 这个咱上次讲的是 这个 奇梅运筹条理 然后呢 这个更高 比这个奇梅 运筹条理包 更高一级的 是这奇梅法术 叫法奇梅 奇梅法术 也包括 奇梅运筹班 只是 奇梅运筹班的话 是羊的 调理方法 奇梅法术班 是阴的调理方法 叫阴大于羊 比如说阴贼 也比羊贼 调理的效果明显 这个 用运筹班的方式 就是你放风水屋 在那取个热子 取个时辰 但是这个法术班 你可以 不放风水屋 你直接画个符子 贴在那个方向 比如说 那个地方没破 你把它合住 那个地方 缝空 你把它冲出来 画个冲符 画个合符 等等 然后 这个就比 那个 运筹班 那个 要更简单一些 当然你可以用 运筹班的 那个风水屋 再加上这个符 效果更明显 力量更大 还有 几两神将 就是你练 你学法术之后 你就会有自己的兵马了 听说过兵马吧 就自己的天明天亮 是自己的兵哦 不是什么土地啊 传统作为使者啊 等等等等 摊弯不抖 太极玄弓 不计法 这些都是提高能量的 你跟人家 不计法 你跟人家做法事 做完法事之后 有的就是浑身没力气 有的就是 或者做完法的时候 还有心体比较累 你可以练 这几种方法 提高一下自己的能量 还有蛀游术 招龙术 招龙术 不只是招地脉龙神 可以招天龙 招水龙都可以 招神龙护宅护院 摆个阵法 然后把龙招过来 招龙术开光静宅震法 接近术严寿术开运法 能量提升法 这就是能量提升法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各种法事 各种法事太多了 比如说 咱们常说的还童子呀 补财库呀 还心债呀 超度原心债主啊 超度六七啊 超度英零啊 等等等等 很多 这些 只是一个基本的 到时候我会教的 比这些还多 我只是把 代表性的这些 给写下来 给大家说一说 这是秦门法术班 好 婚姻预测 第一步 群用神 面策或分面策 大家知道吧 面策的话群用神 日干 分面策的话月干 看预测是男是女 靠户是男是女 在分音阳 群用神 一般是 成者和 败者离 成就是说什么呢 配偶工 你和配偶 用神和配偶工 两宫的能量均高 败呢 就是 两宫的能量 比较低 婚姻的质量 取决于 用神和和干的 两宫能量是否均衡 符号组合 搭配好坏 是否存在 先后天关系等 具体预测时 首先要明确 找对象 谈恋爱 结婚后 离婚后 这几个阶段 还有这个 贾几何 为什么叫中正之何 贾 是名人 是高贵者 与他 相和 得没当互对 贾 负贾小姐 才能配着上贾 所以叫中正之何 乙庚 为什么叫仁义之何 庚是一个性格很强硬的人 乙是搞艺术的 也比较 柔弱 脾气好 乙弯曲吗 一硬 一硬一软 才能相配 所以叫仁义之何 丙心呢 就权威之何 丙 主乱子嘛 主脾气暴躁 像火一样 得有一个能改变他的人 才能配着 心主改变 心主变革 所以说 这俩相配 叫权威之何 丁人 一般在我们这讲 不管阳盘还是阴盘 丁都可以代表小三 也为偷情 人 为水性羊花 所以就叫淫荡之何 悟鬼 无情之何 悟 忠惑老实的人 只会干活 处理起挣钱 配他的有点小聪明 有智慧的鬼 两人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只知道结婚生孩子 悟代表钱 鬼为性 一个图钱 一个图性 所以叫无情之何 这个是最基本 最原始的一个概念 具体的还需要 宫内的组合来定 一般是悟鬼和的 相配的人 都是年龄比较相差 年纪相差比较大的 至少五岁以上 四岁以上的那种 第二步 分析婚姻的成败 看用身落宫的状态 如果落宫没毛病 表示自身条件很好 能力很强 如果有四害 就会打折 能量降低 配偶工的落宫状态 也这样看 只要落宫没有毛病 能成 深刻不重要 如果落宫没毛病 克你的话 这是一种约束 或者说他在家里 他说了算 他是一家之主 如果落宫有毛病 生你也不是太好 两宫如果能量都大 没有四害 要么婚姻牢固 要么婚姻很和谐 很稳定 两宫如果有相同符号 是最关键的 相同符号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同符号是什么意思 你看 有个例子 比如说 钉 这个钉 钉在这里 钉人和 人在这里 但没有相同符号 我再找一个 钉 以钉和 因为有 息 支符 那你和 好好加过 但没有呢 我就举个例子 请举这个 丙心和 丙 这个心 相同符号 这个宫内 有这个宫的符号 这个宫内 也有这个宫的符号 比如说这个钉 这边有这个钉 这叫相同符号 明白了吧 越多 说明 他们俩 越有共同语言 知道了吧 这个相克 可能就是一个约数 他老是管着你 或者说他在家里 说了算 离课对吗 这是一个 如果说夫妻工 没有毛病时 夫妻关系很好 如果有毛病的时候 那两个人就是 闹别扭 吵架 或者说 没有共同语言 那比如说 这个宫 这个宫 有四害 这个宫 没有四害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吧 物鬼河 这两个吧 这个宫 有四害 这个宫 没有四害 那说明 他的条件 要比他的条件 要好呀 对吧 他的能力 各方面 都不是太好呀 要受制于这个人呀 共同语言 你看有没有 相互天关系 相互天关系 一个 这个待会儿再给讲 第三步 分析功能符号组合 若用身功零六合 或有相同符号 或有相互天关系 的婚姻顺利 第一个是相同符号 就是共同语言 第二个是相互天关系 就叫有缘分 比如说 这宫 和这宫 相互天关系 这宫 和这宫 有相互天关系 这个不是后天的砍卦吗 这不是先天的砍卦吗 这不是先天的困卦吗 这不是后天的困卦吗 有相互天关系 再加一个 有共同符号 还有一个 就能量 要相当 这是一个成的一个条件 用身功如果出现福音或反音 婚姻不顺 六合落宫如果临四海 或临空 乙 兵 钉 直伏 渡门 更 心 既功符号等 在婚姻有周折 既功符号是什么呀 这个多一个呀 这一个 对吧 多出一个 这叫寄功符号 情人系统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进行 乙丙丁 乙丙丁代表情人 情人对面讲当中 乙丙丁 丙呢 是代表和你 差不多年纪的 乙呢 是代表比你大一点的 丁是比你小的 用心灵空时 若 策离婚 谁空 就随先提出来 还有 如果阴阳反差 也是婚姻不好的特点 比如说 女的若是假 男的 要是领异 那男的 就是一个比较 性格呀 性格比较软弱的 这么一个人 我说羹要是女的 那么厉害的 像母老虎一样 也肯定是个 怕老婆的男的 对吧 因为 阴 为女性 阳为男性 才符合 现在的社会 阴阳之道 当然 女的要封羹的话 也可能是女强人 阴阳颠倒的话 多少少都是婚姻 多少都有不顺的现象 接下来这四步 咱们下节课讲 今天先到这 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